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当时取了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我觉得取的还是挺国际化的 第二个一定要重点说一下 这是我们的这个机箱物 它是什么 它不是狐狸 这一点的话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Squaro 松鼠 为什么是松鼠呢 我们做的是移动业务 所以说我们产品的追求的最重要一点是speed 速度 所以我们当时这些工程师 我们讨论很多的机箱物 有叫豹子的 有叫这个tiger的 有叫狮子的 最后我说这样讨论是没有结果的 那我们就用一个标准 就是小动物里跑得最快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最后这个科学的结果 小动物里跑得最快的Squaro 但是呢 这个做出来之后呢 很多人这个 我们的这个UI的工程师很不满意 为什么呢 说这个机箱物很容易被人这个认为是狐狸 所以说我一定要解释 这是Squaro 其实呢 这是2005年这个看到的一本书 当时在全球还是比较流行的 就是世界是平的 2005年的时候呢 PC互联网在高速发展 其实呢 跨过了很多的这种国界 过去的10年了 2005年的一本书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世界是不是平的 站在移动互联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们看到跟PC互联网有很大的不同 PC互联网呢 的确让全球更这个叫做这个无国界 或者是这个标准化的程度更高了 但是在移动互联网 我们看在这个通讯的标准 在platform 在device方面 其实呢 这个相比PC互联网 割据的这种分裂的局面会更加的严重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在移动互联网呢 其实我看到在全球并不是呈现了这种 世界是平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举一些这个例子 当然先不说UC 比如说在这个移动的这种message上面的话 我们看到在不同的区域呢 形成了不同的用户的使用的一些品牌 在欧美的话呢 主要用户比较喜欢WhatsApp 然后呢 在这个中国的话呢 基本上是这个WeChat 腾讯 那我们看到在日本和东南亚的一些区域的话呢 这个用户在使用的是LINE 但是在KREA 在韩国用户指 这个主要使用的是这个卡口 我们看在移动互联网 的确在这种区域上 形成了这个不同的这种player 在这个我所在的领域呢 Mobile的这个browser 就是移动的浏览器领域的话呢 其实也是呈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 在不同的这种大洲 比如亚洲 这个欧洲 这个美洲 其实品牌是不太一样的 我在过去的这个 很多年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在移动互联网 世界没有变成是平的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就是因为移动互联网 是非常非常personal 非常非常个人的一种产品和服务 所以说跟每个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相关 当我这个发展美国的市场的时候 我突然地意识到 其实中美之间在移动互联网上 很多的差异 是跟这种lifestyle 生活方式很大的不同 这个构成的 我举个例子 在美国的话呢 主要是生活在车滑路上的国家 我们大部分人上下班都是开车 而在亚洲的国家 大部分人像中国 日本 都是公共的交通工具 所以这样的话呢 亚洲的用户每天要比美国的用户 多出来两个小时使用手机 这两个小时其实呢 就导致了整个的产业 发展的极大的一个不同 所以我觉得这种lifestyle 影响很大的一个地方 如果十年前的话呢 我们这样的一个会议 应该是在美国开 因为十年前我在PC互联网的时候呢 我印象很深 我们大家这个 如果是中国的创业团队 我们倒去美国学习和取经 但是这个十年之后呢 在移动互联网的世界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 有很多的会议是在美国开的 但是更多的会议 移动互联网的会议 是在这个中国开的 为什么 我们看到在整个的移动互联网 从全球的一个中心 就是以美国为中心 变成了两个中心 美国还是非常强的创新的中心 中国是非常强的这个市场的中心 我相信如果到这个2020年 我们再看整个移动互联网在全球的格局 我相信会是很多中国和美国创业者 共同的一个global的market 全球市场 但是在PC的互联网上 其实今天来看 形成的格局是什么 中国企业的中国市场 美国企业的全球市场 在中国这个市场上 基本上这个leader全是中国的企业 但是在这个中国以外 全球的这些leader基本上都是美国的企业 我想呢 这一点就是这个移动互联网 会带来了更多的两个中心的机会 这一点呢 不跟大家这个多说 这是这个Synic刚刚的一个报告 2013年的话呢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呢 达到了5个亿 好 说一下UC UC的话呢 是从2010年前 2004年创业的 所以今年对我们 也是一个非常special的一个年头 我们从6个这个创业者 到今天发展到超过了2500人 在过去的10年 我们觉得我们是比较幸运的 赶上了移动互联网 在整个全球的一个高速发展 到今天为止 UC在全球的用户的话呢 已经超过了这个5亿用户 其中呢 在中国的话呢 我们是No.1超过了50%的marking share 在印度的话呢 去年的7月份 这个超过了这个30%的marking share 成为了印度的第一名 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我们这个一共有10个国家的 这个市场占有率超过了10% 对 当然今天在这个全球来看的话呢 UC这个取得重要的突破的国家 基本上呢 这个重要的都是在像亚洲的这种区域 除中国 印度以外 像越南 印尼 俄罗斯 这个包括这个南美的这个巴西 我们发展的速度都很快 当然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在美国 北美区 美国这个和这个加拿大 北美区 我们的发展呢 还是非常的这个早期 这也是看到了 其实呢 在整个移动互联网 对于每一个这个从业者来讲 在不同的区域 可能你的市场的这种状态 是不太一样的 这是我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 是一个中国的这个谚语 这个谚语的话呢 这个为什么说了这句谚语呢 是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点 是非常非常特殊一个时间点 可能很多的朋友还不知道 中国的互联网是在20年前 1994年的4月20号 第一次开通了互联网服务 所以到今这个月 正好是4月份 是中国的互联网 整整20年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是一个值能纪念的日子 那在今天的话 我依然看到移动互联网 在高速发展的时候的话呢 我也相信留给我们未来 都是更好的一种创业 和发展自己 business的机会 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最后的话呢 也希望不管我们是在中国 是在美国 还是在global 我们每一个这个创业者呢 都有自己的一份坚持 有自己的一个这个 最后的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